周三美联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 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%到0.25%区间不变 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声明表明 预计继续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平 直到劳动力市场符合充分就业评估 通胀升至2% 并有望在一段时间内超过该水平 显示出美联储坚定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的决心 美联储官员们还改变了对美国经济预测 预计2020年美国实际GDP下滑3.7% 较此前预期的下滑6.5%有所缓和 2021年GDP预期由此前增长5%下调至增长4% 2022年GDP预期由此前的增长3.5%下调至增长3%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复苏比预期想得更快 但失业率依旧很高 目前有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口 强有力的政策指引将有助于经济 同时鲍威尔继续强调财政刺激的作用 认为经济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和货币支持 在会议公布结束之后 美股三大国之短线上扬 然而在临近收盘前一小时内 美股掉头向下 最终仅倒指上涨 标普和纳指收跌